《港版國安法》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星期二透露 香港警隊將會在香港成立一個專責部門 執行《港版國安法》 不過在中共全國人大6月9日召開的委員長會議 討論關於6月下旬 人大將會審議的提案之中 就未有提及原來預定的《港版國安法》 有評論認為 事實上 在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底下 中共不敢將《港版國安法》擺上《已是日程》 相反 中共就在香港利用港府高官去張聲勢 讓香港人講出自己來立法的說話 以最低的成本達到人人自危 逐個擊破的目的 5月25日 第13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閉幕會 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消息不但份量重 而且來得這麼急 就好像在半空中投下一枚核彈 震驚香港和世界 理論上 人大常委會最快可以在6月 即是這個月下旬就為港版國安法定出具體法律條文 並且在會議上表決通過 馬上在香港實施 似乎《國安法》 在香港實施 已經是劍拔老張 勢在必行 不過消息一出 美國馬上就有所行動 美國總統特朗普 5月29日在白宮記者會上提出將會嚴厲制裁中共和香港 在香港問題上 特朗普態度鮮明 他說 《國安法》將中國侵略性的國家安全機構的勢力 伸延到一個曾經是自由堡壘的地方 美國制裁的直接結果是 將會啟動取消給予香港特殊地位的政策豁免程序 取消香港 作為有別於中國其他地方的單獨關稅 和旅行區的優惠待遇 包括引渡條例 技術出口控制等 將會一起取消 香港不再被視為是自治個體 美國並且在最快時間內 取消大約3,000名參與中共軍事民用相關技術研究生的簽證 以及宣佈成立一個工作組 研究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發行股票的違規做法 美國對香港問題表現出的強硬態度 嚇傻了中南海高層 6月9日 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 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 將會在6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 而會議主持人 全國人大委員長律戰書提出的屆時將會審議的內容 並未包括港版《國安法》 在同一日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向媒體透露 會在香港設立新部門執行《國安法》 李家超的言論 與人大常委議程完全不同調 香港時事評論員桂甲認為 由於美國的壓力 中共明知《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會帶來的後果 因此擔心 他們利用香港身份 從事各類經濟間諜等破壞性的活動 將會隨之完結 所以不敢輕舉妄動 同時桂甲認為 中共用這種方式 先聲奪人、虛張聲勢 讓香港人自己說出 自己來立法的說話 達到逐個擊破 人人自危 令到越來越少的人 敢於站出來對抗中共激權 目的達到了 而它所用的成本就是最低 中共在大陸 早已將這種伎倆 運用得爐火純青